移动的方式 当然还有好几种 刚刚是i-1 那其实如果说你们可以改一下 假如说我把什么 把这个i-1拿掉的话 比如说我一直从第1个 第1个指的是这个 移动 比如说我今天的假设这边不要是i-1 i-1的话是1 2 3是一直都是 就顺序 如果说一直移动到第1个的话 其实会发现什么状况 把他移动你就会看一下 如果一直都在第1个 那你会发现 执行 他会变怎么样呢 他刚好顺序就是 本来这边是应该是在第1个 他变第13个 那嗨班呢 变在第1个 所以意思就是颠倒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一直把他塞到第1个 那变成他一直又会往这边排挤 因为那个他的工作表是 顺序的嘛 那所以你一直往前 他势必就会排挤到后 就是后面的 加进来 他就把那边往前推 推到前面去 所以你如果说假设啦 我刚刚只有改个地方 把这边i-1改成1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颠倒的话 其实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什么 After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其实你改After的话 F-1 其实如果你改After 我看一下 假设说 我这边改了After 其实这个有时候啦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反正可以 自己稍微改一下 After 1 就是第1个他会先怎么样 F84一下 先把假班移动到 第1个的后面 再把乙班放在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执行 好像 跟结果一样 对不对 所以 Before跟After 最后推 其实这边应该改成什么 13啦 就是最后那一个 有没有 他假班就会先移到最后一个 移班再移动到最后一个 他这样就往前推了嘛 对不对 所以 基本上这个也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有没有 After Shit 13 意思是说反正我全部都塞到后面 他一直就往前挤了嘛 这不就OK了 只是说哪一种写法OK 就看个人习惯 反正你想得出来的都是好方法 所以基本上 逻辑 像我们自己 就是会看别人的程式 最后还是习惯把它改成自己习惯的 写法 不然的话最后你真的会 还是看不太习惯 有时候就反正就不顺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改写步 第二个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什么移动工作表 把它改成叫做 复制工作 接下来的话请各位 就是 参考一下那个我们的云南白板的第二单元 工作表转成工作部 那怎么转 基本上第一个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 因为你要先给他一个目录 跟他讲说我要丢到这边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先 因为我要丢的话丢的路径是丢到桌面上 只是我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 名称叫VBA 名称随便取一个 那接下来我要把 这个所有的工作表 帮我 存到这里面来 那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就是 要一个一个慢慢存吧 其实若是三个还好 如果你一堆 每天都要存 那边很累嘛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样 你要学会什么 所以第一个 你要学会 那个 copy 复制 OK Shit 我们刚刚是Shit 点 move 对不对 这个是Shit 哪一个工作表 点copy 不过copy 特别注意 copy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他一样可以copy到 前面 还是后面 对 有after 有before 但是呢 如果今天呢 你copy的时候 你后面没有加after 或before的话 他实际上 会帮你怎么样 另外 跳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 他会这边有一个叫 新工作 如果你点copy 就是新工作部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说我今天 是新工作部 并且建立副本的话 按确定 他会怎么样 他会产生一个什么 有没有 他会产生一个新的 Excel档案 但目前是没有存档 所以叫活业不一 并且把什么呢 把那个 假班 帮你 copy 一个新的 工作部 OK 所以 Shit 刮鼓 假班 点copy 得到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后面有before 跟after的话 就是在 同一个 工作部里面 如果你后面没有的话 那就是产生一个新的工作部 OK 新工作部 这样应该可以懂 点copy的方法 这个还蛮重要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样 下一步应该是另存新档 有没有 所以 另存新档的时候呢 那你要浏览 比如说告诉他说 我要放在我桌面上面 这边VBA里面有一个 这个 资料夹 然后呢名称 变成我要给他一个假班 对不对 然后呢 按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其实这个叫 save as save as save as 名称叫做 什么假班 然后告诉他入境 我要存到那边去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把它close掉 close的话就是这样把它关掉 OK 然后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是把 刚刚第1个是copy 第2个是save as 第3个是close close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我们外面如果包一个回圈 有没有 回圈 然后哪一个先跟他讲哪一个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底下 如果我要变成这样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那个这个 这个地方 你用清单 或者是说假如我不用清单 因为清单的话呢 我觉得 比较麻烦如果没有那个清单存在的话 那变成你一定要变出那个清单才OK 所以我们今天 一般是习惯用什么 用这个 就是直接抓名称 那怎么直接抓名称 我先demo这个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就这一段程式 如果你将来要参考的话 觉得太复杂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拿来用 那我们先来demo一下 这个 地方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用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把桌面上建一个资料夹 第二个的话里面先清空先不要存 这个把它删掉 然后把这上面的路径点一下 复制这个路径 为什么因为路径我云单上面放的路径不见得跟 这个我们现在的路径是一样的 因为有可能 他的user的名称不一样 OK这是scu吗 好像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就OK 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要改一下 那就把这个贴上 刚好一样 那记得 这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根目录 这个符号一定要留下来 如果没有留下来的话 他就不知道放在这个叫做 资料夹的下一阶 意思就是那个资料夹里面 这个也不行 那比如说我今天已经 先写好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 要把这边13个工作表 快速的变成13个 档案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边假如城市已经写完了 然后我把这边先搬到这边看一下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目前的里面是空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逻辑 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跑个回圈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 工作部里面有几个 工作表呢 前面有讲过 4i 等于1 到什么 sheet.com 特别注意 总共有几个 这边的话 他就告诉你13个 所以 13个 回来就是 11到13 OK 然后呢 Enter两下 shet.net 接下来的话 我要取得什么 第1个的名称 所以呢前面讲过嘛 sheet.net 第几个呢 第1个 的名称 他回来就是假班 那做什么呢 所以你会发现 取得假班 对不对 那我就把那个sheet.net 假班.copy 刚刚讲过 copy后面呢 如果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 Apple before的话 他意思是新一个工作部 OK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问题零期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执行这一段 他会怎么样 sheet.net 假班.copy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他就本来是 问题零期 自动会多一个 活跃步2 活跃步刚刚已经1了 2 所以他就顺序会一直累加 所以每一次名称都不一样 你不能说 每次都你录制 像 之前有同一是录制聚集 结果第2次再执行 就不OK 为什么因为第1次叫 活跃步1 如果你用执行他变活跃步2 活跃步2 名称一直跳动 那就不OK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可是 要去改名称 不好像永远改不完 所以不行 不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点copy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一个 已经跳出来的 这一个 那所以 跳出来这一个 我们怎么称呼他呢 他叫活跃步2 所以以后的话 你不能说 这边名称叫 我不可 这个地方特别说 工作部叫我不可加s 我不可s 官服呢 你就是 以前的写法是双引号 活跃步2 包在里面 后面有个方法 叫 CFS 好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已经知道 他 会自动跳出来 所以会在最上面嘛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叫 Active 我不可 这个用法跟前面 目前游标所在的储存 就是Active sale 然后Active sheets 然后Active 就目前跳出来这一个 那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把它存档 存档的方法 其实有两个方法 叫save s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叫save copys 其实结果都一样 两个都可以 那至于有什么差别呢 基本上savecopys 就是我原来这个活跃步 扣一份到那边去 然后叫假扳 原来这个把它关掉 不存档就好了 那如果save s是直接存到那边去 直接存过去了 它就是变 叫活跃步了 不过两个方法 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两个方法 在至于哪一个比较好用 可能你要见 实际上的状况 我用save s好了 刚刚讲的save 那存到哪里呢 存到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自己贴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跟目录符号 然后呢 跟他讲说名称叫什么 名称就是假扳 副档名就是 点 xlsx 这个副档名一定要自己加上去 如果你没有加副档名的话 他变成假扳 后面没有副档名 你就没办法打开了 他就一个不知道什么档案 所以我们就把它存过去 那存过去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他会卡一下下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的 这个资料夹里面就多个假扳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目前 就是 那个什么呢 问题07 这个就假扳 如果你是save call vs 的话 他就变成说存进去 是假扳 现在这个还是活业不二 就是你是call过去 但结果都一样 只是说 那个细微的地方不一样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是 再来就怎么样了 就是在把这一个 目前的这一个假扳怎么样 帮我把它关掉 那特别注意 关掉的话 就是 Active Walkbook 目前的这个 OK 帮我close 所以你会把点close 把那个点close打上去 那close后面呢 他会出现 第1个参数 就是说 save change 你要不要 储存 那个 变更的东西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只是想要把它关掉就好了 所以你后面呢 就加一个 force 就可以了 Force Force就是不要存档的意思 如果说未来你是有做一些变化你要存档你就改成true 他就是改完的东西帮你顺便存档 OK 那把它 Force掉 好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目前呢 就会把假扳关掉 有没有现在只有剩 问题零七了 假扳不见了 那所以呢一之类推 就是说我要如果要下一个的话 nest 那再来是什么 乙班嘛 所以乙班再抓第2个 就是再把乙班抓过来 然后怎么样 再copy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多一个活跃步3 把乙班 放到这边来 乙班放在这边来 然后呢 一样怎么样 save as 然后到 路径这边 然后叫乙班 关掉 换下一个 一之类推 所以底下动作都一样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程式吧 只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要稍微 要实作 所以关键就是这三个动作 只是说呢 我们为了要取得所有的名称 所以我们上面的话 会用一个回圈 把第1个到跟最后一个的名称 所以点name OK 取得名称 丢给x的变数 然后分别分别帮我存 那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就是一直闪动 闪动 就等同是跟你平常 如果你是珠华链纲 你就是这样 那等于就是说 你如果不会这些方法 你等于就是 自己 跟机器人一样 反正就做重复的事情 一直存档 一直存档 OK 所以 尤其是你档案越多的 你会发现 真的你不会写程式的 真的是 我觉得 感觉好像做 做那种重复性工作 真的很 很烦 OK 永远做不完的感觉 所以像以前 尤其是我们处理大量资料 处理它几万个 几十万几百万的档案 真的 那你如果不用程式来做的话 真的能怎么做得完 对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 你一定要 会程式 OK 那当然会懂得分之外 也要懂得合 所以我们 这个范例 后面会讲完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讲到 再把它合并回来 不然的话就像说 我们 这个 这个是给13个导师 他们把 他们的成绩都填完之后 回来之后你要给 假设你是教学组长 那你要给教务主任 或者给校长看的时候 你如果分散很多党 他觉得很麻烦 所以最好他是希望 他合并在一起 OK 一样公司里面一样 你给铺 各部门 你就是个别 各部门的东西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重点 这个地方的城市 我想请各位 先在云端上面可以看到 在 这边工作表转成工作部 第1个动作 请务必 先 记得就是说在桌面上 自己开一个 这个 资料夹 他就转存过来 另外请记得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次执行的话 是 应该是直接可以可以把它存进去 但是你现在不能再 再做一遍 因为再做一遍已经有同样的档案 他会出错 OK 所以 你可能第2次的话要先把它清空 才能够再跑 否则好像会出错 所以后面可能还会延伸 学习什么 如果里面已经有 档案的 那如果我再跑一次 等于就是我可能会 已经资料更新过了 那最好是自动判断 如果里面有档案 干脆帮我全部杀掉算 那我就不需要说还要 手动再删除了 所以这部分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就是 在桌面上的我们手动 手动进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试试看 云端上面那个 把那个工作表转成为工作铺 这部分